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啊 欢迎来到明路阵线 那么我们接着来谈台海这边的情况 以及川普上台以后的对华政策 那么首先第一点 刚才一集啊给各位的介绍了 说普京啊也想甩掉这个假议题 也是呢摧温中国赶紧巫统台湾 这个今日乌克兰名字就是台湾 因为这个台湾当局 正在跟乌克兰当局一样 把外部势力引过来 要制造乌克兰危机 这边叫台海危机 那么中国呢 也是不停的在向美国川普的新政府啊 在秀这个肌肉 川普呢也是对华的这个政策呢 虽然说没有很明确的讲出来 与中国的这个框架是什么 但是他安排的人呢 基本上啊全都是这个敌华 抽华分子 那么首先一个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他有一个人要回归了 现在呢这个怀斯特 就那个女的啊 苏斯 苏斯怀斯特 这个女人呢已经担任这个白宫的幕僚长 呃称为所谓的用川普的话来讲 她是一个低调的株式多谋的啊 很睿智的一个啊白人女性 那么她将去担任白宫的这个幕僚长 啊 那么这个白宫幕僚长的担任呢 给我感觉有点像纸牌屋里面的 也是个女的上去当这个白宫的幕僚长 啊 然后呢 这个在总统和这个党边啊 Frank之间啊 就是搞了一些事情 因为当然要知道肯定他会发生这种事 就是他们安排这些职位 肯定有人是不满意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他的国务院总理呢 让这个啊 极端敌视伊朗的这个犹太富国主义者 这个胡克去担任 那么现在呢 就是特朗普请贸易保护主义者 莱特希泽回卢任美国贸易代表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在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时 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 也被邀请在当选总统 开始组建内阁团队之际 再次担任这一职务 几位熟悉特朗普过度团队 内部讨论情况的人士称 莱特希泽已被邀请重返美国贸易代表一职 尽管他曾为出任美国商务部长等 不同职位进行过游说 莱特希泽也曾表示 有兴趣担任美国贸任部长 但这个职位很可能会提供给一位金融家 竞争者包括对冲基金经理 贝森特和约翰·保尔森 但考虑到莱特希泽和特朗普 在贸易政策上立场一致 作为贸易保护主义者 再次被任命为单位关键贸易角色 让美国的贸易盟友 中国感到紧张 你看他这个文章就是说的 总是那个自说自话 就是说 他们总是要营造一种 就是说川普来了 好像能把中国给击爆了 中国就是一个气球 川普就是这一根针 一搓 中国这个气球就爆炸了 这个 中美之间的这个决胜 不是因为某一个人可以来改变的 这个我觉得很 什么叫 什么叫你换了谁 中国就紧张 谁上来中国就害怕 中国就穿尿布湿 中国就下了尿裤裆 整天在那里自我一营 川普是担任过总统的 川普第一个任期内 中国下了尿裤裆了没有 没有 对吧 但现在 在现在呢 你再次上来 怎么 我们就下了尿裤裆了 我们就寝尸来安了 三转反撤了 撤夜难眠了 这种说法让我听上去真的像 一种 像这个 小时候 说一些笑话 有些小孩不听话 这不听话叫警察叔叔来抓你了 谁谁要过来打你了 这种说法不就是像那个菲律宾的那种婊子吗 跟我朋友说 你再不下来给我开门 再不再不把名字发给我 让我刷电梯卡上来 那么 我就要叫黑帮来打你了 我就要叫酒店保安上来了 是不是像一些这种话 说这种话不就是婊子吗 你说你上谁 他妈中国吓了 吓坏了 然后还近两天天天就说什么 普京承认这个美元的地位 普京承认美元的地位 中国也说过类似的话 就是说美元的这个地位 依然是 是目前全世界最主流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 对吧 建立一个自己的一个体系去去美元化 那普京后半的话 也是这样讲的 你们怎么不去说呢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立场上 这个莱特希泽 又去担任这个戴琪 这个二鬼子 这个这个职务 那么说说这种职务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上来无非就增加点关税吗 增加关税 那其实短期内 你美国老百姓要面临通胀问题 对吧 因为厂子不可能回流去建厂子 因为老兵说过 在美国我们不讲成本 就是美国这个工会是很难搞的 对吧 特朗普这一次上来 你看他有很多那些各个各个工会的一些头子 白人的一些工会头子 穿的那种工作服 工作服一扒开 里面是川普支持川普的背心 川普支持川普的那个红帽子 那也就是说 这些人就川普上来是 得到这些人支持是 他们是川普的代表 也就是说我去建企业 如果我发生劳资纠纷了 那我是吃亏的 对吧 你天天他妈弄这些工会来跟我闹事 要求给我加工资 要求他妈给我什么带薪休假 要求这要求那的 对吧 因为他们工会跟资方是他妈的对关系 你要搞清楚 他们要舒服 舒舒服服的 那这样的话 你说你去建个软的厂 谁他妈敢去建厂 对吧 我是招来给我打工的人 你他妈的招的一个都是他妈祖宗养在这个公司里面 谁他妈受得了 对吧 而且这个美国他妈的这个 这种工会动不动 就这事那事了 要跟你谈判了 这那的 你这个谁两眼冒信心 谁都受不了 我我我如果说你说在对中国加加关税 我那样去东南亚去去搞厂 那东南亚去搞厂 我可能成本还要很大 因为没有中国这么熟练的功能 所以说你给我来加关税 全部那我们这个价格加上去 就是加到你美国老百姓头上 对吧 所以说老兵就讲了 看不出来要干七件事 他很忙啊 他还要这个干干非法移民 然后现在好像这个五角大楼也说了 表示就是说很警惕 很紧张 这个川普可能要下达命令说 要干预五角大楼 来干预五角大楼 让五角大楼出兵来驱赶和镇压这些非法移民 就比如这些移民不肯走的 要求他要采取强制手段 那么还有就是说特朗普他要插手白宫 插手这个五角大楼的人事任命 因为大家都说美国总统他搞事的国防部长是可以的 但是你参联会主席什么的 这个是军方他们自己的一块自留地 就是说他们军方内部 他们有一个利益团体 他们去决定谁来领导我们到参联会主席的 比如说他们想选这个马克米利和现在的布朗 就川普上去之后 国防部长他可是可以马上换掉 把奥斯坦黑爹给他换掉 对吧 黑爹也被他老公给捅了 下面就是说大小便也失禁了 动不动就住医院 对吧 那么这样的人呢 确实给他换掉 但参联会主席不是说你上去马上就要换的 那么你意思说你参联会主席去选一个 比如说对中国很敌视的人上来 或者很强硬的人上来 咱们去镇压这些美国的这些非法移民 让美军去镇压非法移民 然后你要去插手这个人事论命 那这样的话你会得罪这些利益团体 也就是说强势的川普上来这搞这搞那的 可能他的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是一样多的 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 就是说你上来来这样搞这搞那的 你的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是一样多的 所以说你说莱特希泽要回炉来当贸易代表 就是代表说你对中国的贸易姿态还是非常强硬的 对吧 那中国现在已经也做好了这个应对你的这个准备了 美国空军指挥官520后攻击老台增300% 恐测试川普新政府底线 美国印裁司令部空军指挥官史奈德警告说 自总统所谓的总统赖清德五月就职以来 解放军的活动继续增加 战绩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飞行增加了300% 那史奈德提到解放军可能会在川普新政府成立之初测试底线 史奈德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独家采访时警告 无论是进入防空识别区 还是穿越台湾海峡内的中线 自赖清德就职以来 我们看到这期空中活动增加了300% 据NBC新闻汇编的台湾国防部公布数据 从2023年5月到2023年11月 中国大陆侵犯台湾防空识别区335次 仅仅同一时间段内 大陆侵犯同一领空至少1,085次 是前一年的三倍多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中国可能要测试特朗普的底线 也不可能去测试 没什么好测试的 这个他是分析错误的 他这个赖清德上来以后 我们战绩增加了300% 那这个是他自找的 因为他不是老逼吗 他不是嗓门大吗 他不是讲话屌吗 他不是他妈的牙口好吗 对不对 他不是软 他认为他自己软大 对吧 那他妈必不就增加300% 让你来气都喘不过来 让你赖清德在开国安咨询会议上面 眼睛都闭着在那边听着 在那边讲话 把你从半夜里面 把你惊醒 把你从床上拖起来 对吧 让你这个寝食难安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给他的姿态 那中国为什么 中国不需要去测试什么川普政府 因为中国现在又在展示一些新的武器 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歼15D公开亮相了 歼15D就是歼16D的舰载版 歼15D就是在航空母舰上面有这样的电战机可以玩了 对吧 陆地上 有这个歼10CE 有歼11 对吧 歼11BSH 然后 对吧 我们有歼16D 隐形舰载版的战机 我们也有了 全世界最牛逼的防空导弹 红旗19 我们也有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就是 歼35A亮相逆踪 还搭载黑科技飞弹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 11月5日 上午解放军空间在珠海第15届中国航展期间 将首次展示新型中型隐形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歼35A应该是空军型 未来还可以作为航母舰载的歼35B 而且还将替换老旧的歼780A等战机 歼35A是一款多功能战斗机 包括对空对地对海作战 除了五代机该有的逆踪功能和动力系统以外 最值得一提的是其携带武器 恐怖的超时距空战能力 作为一架多功能中型逆踪战斗机 其吊的半径大概为1250公里 乍看之下仅能自保 但若加上歼35B基载武器 那是非常恐怖的 歼35A基载空对空 飞弹包括PD-12和PD-15 若挂载射程更远 现在更先进已经服役的PD-17 等于加大歼35作战半径的一半 更别说挂载于作战半径2000公里的歼20之上 歼15这个PD-12飞弹 最大射程在80至100公里之间 具体数值可能因为发射条件和飞弹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 这款导弹对标美军射程约50公里的AIM-9X导弹 若加上不可逃逸区域概念 已和美国中程空对空空导弹 AIM-12 120D差不多 PD-15距离飞弹最大射程是200至300公里 采用双脉冲固体火箭 发动机机动和主动雷达制造 外 外销型功能大概降低30% 由于采取双脉冲固体发动机 PD-15射程比PD-12更远 但体积是PD-12差不多 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霹雳17 这个霹雳17 是目前解放军最牛逼的一款导弹 它的这个射程在300至500公里之下 而且所谓的最大攻击速度末端是6马赫 与一般巡航速度双向数据链 主动相位阵列雷达导引 被动雷达导引 材料轻量化自主飞行 自主搜寻目标等 如果说这个武器 现在搭载在这个 我们的歼35A上面 那将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打遍天下无敌手 所以说你川普 你想要还可能说 他还可能说叫蓬佩奥来当国防部长 意思对标中共把李尚福 在川普时期被制裁 把他拎上来做国防部长 等于说是要给中国一个报复 一个对标 没关系 你们弄一帮他妈反华分子上来吧 中国就拜登上来以后四年 要建立反华同盟 经济同盟 政治同盟 科技同盟 军事同盟 基本上全部都失败了 那中国反而是建立了 扩大了这个上合组织 扩大了金砖国家 对东盟采取基本上 中国领导东盟 中国和非洲国家联盟 到北京来开会 等于说中国是非洲国家联盟的 头子 在中东这一块 中国也是说一般的 那么好 我想请问 你美国 你拿什么给我们来捞逼 你要拉拢盟友也好 战打都督也好 尽管放马过来吧 我们的霹雳时期 等待着你们了 我红旗时期就等你们了 对不对 怎么我们等待你们了 等你一万年 骂个逼的 对吧 你们那把小小小 错乱的妈不是吊得很吗 川普上台中国吓坏了 吓尿了 我等你一万年 看他妈比敢不敢 妈爸子 谢谢各位支持